另外有一個叫做AD test 就是有點像是那個文字方塊可以填資料 他預設裡面就有個Hello World 那底下的話有個property property就是 你要怎麼去決定那個每一個畫面上面的 property就是屬性 他的外觀長怎麼樣包含顏色啦字的大小啦 或者是一些文字啦還有 排版等等的相關訊息 OK那首先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請各位把這個地方畫面怎麼 相關的上面東西 我想慢慢我們再了解 那如果說你畫面太小了你可以放大縮小 放大 有沒有看到 縮小 放大之後你可以看到我習慣是把它放到比較大一點點 上面就會有一個什麼呢一個 就是Hello World的一個 這個這個 Test View Test View在哪裡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的圓圈佈局都在Fone Witch裡面 也就是說呢如果你要放一個Hello World進來 你可以從Test View怎麼樣拖拉過來 所以你們可以練習怎麼樣呢 請你先把這個Test View刪除 那這個Test View刪除的 簡單的方法就是點他就按Delete 或者Ctrl Z一下 或者從哪邊刪除 從這邊刪除 不過我習慣會 從蓋藥裡面刪除 為什麼因為蓋藥看得比較清楚 比較不會受到干擾 按Delete也可以 第一個 那如果說我要佈局的話請你在這邊把它放一個 這一個 那你會發現有沒有 移過來的時候他有個Test View 他會問你說你相對應的關係在哪裡 那你就放在這裡 他會出現一個Test View 不過我不建議各位初學 就用那個Relative Layout 為什麼因為你如果要再放一個Button 你會發現 其實會有一點不太好佈局 而且 很容易就跑掉 我建議各位 你初期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Relative Layout 有沒有 這個版型 不要用那個 相對的 用那個 就是 一個叫 線性的 循序的反正就一個兩個三個一直往下排 那這個要怎麼改變本來是Relative Layout 請你按右鍵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這邊有按右鍵之後呢 他有一個叫做Change 把這邊按右鍵 他有一個叫做Change Layout的一個選項 Relative Layout 等一下這個把它back一下 Change Layout 在這個地方我建議 因為早期的版本都是用那個線性的Layout來佈局 如果你初學的話我建議你先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Change Layout的地方點一下 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這個Linear Layout 而且是 Vertical Vertical就是垂直的 Vertical垂直按確定 先把它改一下 那改完之後的話 這個再把它刪除 不再改成功